每年都到这边来 每年都来 每年什么时候 2016年的 10月26号 就开始来了 2016年 从16年开始 16年17年18年 18年买的房子 然后呢 2020年交的钥匙 开始住新房子 新房子在清水湾碧桂园的 它属于归零水管 像咱们这儿呢 也是这个 山亚的边面上嘛 咱们这山亚边面上 为什么这个山庄 这空气这么好 因为它衣山嘛 衣山爆水 它又有山 又有那个 叫热带雨林的气候 又有海洋气候 这种感觉 中和的气候嘛 中和的气候 人就更舒服 而且这是北北18度 最中心的地点就在这 包括我们零水那一带 如果我们两个 有的时候上山庄来 因为这山庄 朋友多嘛 来了那玩一玩 聊聊天 唠唠嗑 唱着歌 跳跳操 这个地方就更适合老年人 娱乐的地方 因为在那儿有的时候寂寞 寂寞大家上这大家庭 到这儿 牛牛鸭歌 跳跳操 唱唱二人转 对对对 这块的生活非常丰富 我们喜欢的 我们喜欢的是这一点 因为老年人呢 他也不一定就喜欢这个静 他要静动 要两样去分析老年人的爱好 因为太静了 他觉得寂寞 你太动了 他觉得闹 所以说我们就是静中有动 动中有静 就是静呢 你要休息 比如说这些 刚才睡午觉嘛 午觉起来了 上天来了 就开始聊天 看景 看蓝天 看白云 看红花 看绿场 太美 所以说这个海南 就是全国没有第二个海南的气温 可以这么说 而且山亚这个地方 最中心的地方 北北18度 前面那儿 还要弄这个 新的这个民宿 然后还要建这个游泳池 还有很多项目去等待着 去完善 要一点一点完善 还得有羽毛球啊 那个平凡球暗的已经暗上了 我也不会游泳 我也不会羽毛球 但是我会唱歌 我会跳舞 我一跳舞 我就忘了我是谁了 太高兴 高兴了 你就长寿啊 是不是 对对 长寿要具备几个原因 第一要有物质 物质上的享受 没有钱呢 这肯定是不行 第二个呢 就靠你心灵了 那种精神的支柱 快乐嘛 你看 要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神补 精神上的愉悦 快乐才能让人健康 才能长寿 才能享受人生 是不是 这么说 对对对 那个 莫妹问一下 您今年就是多大 我属龙的69了 您老家是哪里 我老家 黑龙江省 伊兰县 离加姆斯很近的 就是气温最低的地方 那黑龙江 黑龙江嘛 东北山城 黑龙江都最北了 你在万北就墨河嘛 是黑龙江最北墨河 它冬天都有达到将近零下50度 哇 那是冷的很 墨河是最冷的地方 它是更边陲的地方 冬天的话 那边就是天黑得也早 是吧 天黑得一早 太阳出来得也早 就是它夜间 那个 在冬天很长的 冬天夜间很长 夏天夜间要短一点 但是现在他们出屋都很难了 你看我老爸72了 在这待的多年轻 叔叔 属牛的 72了 在海南我们俩这几年没白待 受益匪险 那阿姨就是我再问一下 那您说是16年开始往这边来的 那16年之前的话 就是说冬天有没有去过其他地方 然后去感受 都感受过 因为我在昆明还待过6年 在昆明 我2000年去昆明 那个时候做生意的 还年轻 然后到昆明 昆明在咱们中国也是名城 那是云南省的省会 它是四季如春 也叫春城 春城 春城的人叫家乡宝 为什么叫家乡宝 就是他们那一块地 他舍不得离开家乡 他四季如春 但是他跟海南也没法比 因为他冬天 他是白天 比如说白天零上18度 他晚上会零上5度 到3度 到2度 晚上就很冷很冷的 那种渗冷 而且它是高原 它海拔在昆明市里 就海拔1870多米 1000多米 就在市内 昆明市内 你要趴昆明西沙 那得海拔3000多米 所以说它缺氧 就不适合老年人了 再一个它高原干燥 它也不适合老年人了 我在那待6年 如果它适合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就留到 就留在那 就冰明过冬了 上那儿就当候鸟 咱们北方也有 去载那当候鸟的 但是总的来说 通过我这四处去走 像深圳 广州 东莞 它们冬天都很冷的 它冬天都很冷 都不舒服 那种南方的湿冷 阴冷 那北方人肯定不习惯 因为北方人 冬天屋里有暖气啊 你屋里都说 北方人冬天暖和 它舒服屋里 它上外面多穿点 穿个凋皮大衣 戴个大狗皮帽子 是不是 都没问题 但是你那个 上广州和那个 昆明就不行了 你说冬不冬 下不下 你一年四季毁消 整得你知梦觉 那就不如上海南来 冬天这种 这种海南的气温 是得天独厚的 可以说 港跟夏威夷一起比 这其余的地方 都不像咱们中国 也就是这么一个海南岛 海南岛它还不一样 比如说海口 它可能就要潮湿一点 琼海它就凉一点 对 知道吧 因为它分东线西线 然后北线中线 它的最佳的气候 北纬18度 就是塞亚这边 对 然后就弯那么 海滩湾 然后清水湾 我住那个地儿 它有亚龙湾 它这都一弯嘛 因为它是海湾嘛 海湾就命名 完了 然后还有湾 离那个海口不太远的 就是海花岛 丹州的海花岛 海花岛 那边都气温 都比这儿稍凉一点 对对 如果喜欢温暖 怕凉的 有咽咽的 鼻咽的 肺部有毛病呢 就呼吸到嘛 还有心脏有毛病呢 血压有毛病呢 血糖有毛病呢 你就上这儿来吧 这块绝对是你人间的天堂 对对 真的 真是人间 这个不服不行啊 我是服的 你是服了 我老爸上那儿不打鼻了 那在家呼噜打的 哎呦我就妈呀 那你都不能睡觉 上这儿来 一点声都没有了 因为它这个呼吸通畅嘛 对对 你就不打呼噜了 有的人打呼噜 它影响到呼吸 它影响心脏勾血的 知道吧 对对 所以说在这儿 它就觉得血型蕴畅也通畅的好 特别是高血压的人 有的人比如说三顿吃高血压的药 到这儿可以降剩一顿 可以吃一顿 你有凉血压的那种仪器 可以随时测量自己的血压 包括那个高血脂的 嗯 还有那个尿酸膏的 尿酸膏有个通风吧 上这儿来 它都会自然的去降下去 特别咽咽和鼻咽到这儿 太明显了 对对对 我就咽咽非常严重 我上这儿来好了 在家里经常含片 然后什么胖大海送花的 它都不好使 上这儿来了 什么都不用了 天然的大氧发 对 你说到这个鼻炎啊 也就是我觉得我也有发言权 因为我上学的话 这个 你像在老家我是河南嘛 然后冬天也是冷 然后这个鼻子就是鼻炎 我有同学严重的就是动手术的 但是我不至于严重的那样程度 然后我上大学之后 就到了三亚这边 这么多年从来说鼻子没有不舒服过了 真的是 这个地方像您刚才说的 这个气候这个温度啊 非常适合有呼吸方面 这种不舒畅的 在这边来就是养老过冬 确实是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对阿姨那顺便再问您一下 就是有很多网友啊 说这个广西那边也不错 那您对广西那边有没有了解 广西那边也冷 它八马嘛 八马那个地方是说的那个长寿香 是不是 八马长寿香呢 它也是主要指着 生在八马的当地人 当地人他为什么长寿呢 他就是吃山上的那种野果子啊 山上的他们采的那种药材 自己回了煲汤 然后那些老年人常说 喝的水可能也好 水是也很重要 八马 但是八马冷 八马冷啊 它那广西它也冷啊 包括桂林它也冷 它这个冬天想要保持这种温暖 只有塞亚 没有第二个地方 所以有的人那个 比如说有人那个太怕热的 他也喜欢上八马 但是我还是喜欢恒温的海南 这种恒温 我觉得它太深 温差小 那八马那个晚上也冷 它而且到这个季节了 八马要穿棉服的 这个季节要穿棉服 它黑白的温差也要大 就像我去年上西川马纳了嘛 我去那里西川马纳待两个月 因为在昆明不待六年的嘛 我挺想云南的 我毕竟在那儿待过呀 我说上西川马纳看看 朋友正好有个别墅在那儿闲着 亚洲是高档的别墅 我们两个到那儿待两个月 热带雨林嘛 它就白天 比如说白天零上28度 它晚上会达到零上15度那样 就黑白的温差 就温差比较差 差得很大 差得很大 它是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它是北纬 咱们这是18度吧 对对对 它那是北纬24度 所以说它照着 还是差 还是凉的 还是照着要差 包括氧气也没有咱们的冲入 咱们就 就你比如特别在北方来的时候 你一下飞机的感觉 你一下飞机 一除了 你就觉得 啊 这个空气太好了 你就觉得呼吸也畅快了 走道的步伐也快捷了 因为你的血液马上就循环的好了 你的腿清洁 走路特别清洁 一点不重 在北方就不会那样 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 带给我们的晚年老年人的幸福 这过去哪有上这上那的 你说上哪就上哪啊 对对对 过去上那说海南都在天边 为什么说天涯海角在海南呢 那不上天边来了吗 咱们过去都不敢想象 但是现在那就轻松 买个机票来了 对对对 这就时代富有给我们的幸福的好生活 我们要去享受它去 人没了那就啥都没了 是不是 所以说把这要看 把钱要看淡一点 已经努力了 奋斗了 拼搏了 该到晚年的时候 你就过晚年的生活 其余的跟你都没关系 包括后代子孙跟你 他们也都有人生的各个的轨道 自己去走去把自己的路 你不会永远的庇护他们 这个人生必然的之路 然后我想开了 我想开了 我第一任务就是把我老伴保护好 完了老两口白头到老 哎这个是最重要 是不是这么多 对对对 想那个要举办一些活动 咱们在这住的这个 呃这些朋友 山庄那些团素质和休养非常高 有些人都有很高文化的 很高职位的 现在他们退了之后 都想找自己的位置了吗 我该养老养老 我该快乐快乐 咱们不能天天广给的吃喝了 是不是 不能广西西线空气 还得找精神上的快乐 那精神快乐怎么找呢 那咱们现在很有方便条件 又有音响 这个现在朋友可被小瞧 你看五十来岁五十多岁的 玩蓝牙玩的老明白了 手机往上一连嘎嘎找歌曲 完了配音就 那个音乐找出来了 咱那边拿麦克风就开唱 咱们元旦的这个节目呢 就是持久应心嘛 对咱们中国人挺重视的 整的乐乐呵呵的 快快活活的 不管怎么说 大家在一块就是 这个生活的愉快 开心 是吧 每天这个感觉到充实 就可以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行 谢谢你阿姨 好